刚刚开头我们看到的这一位是台湾陆配YouTuber焦虑祖父Lia 那他最近因为回到中国去办事 中国政府就把他相当于是软禁在了中国 所以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国 应该不是出国他现在是台湾人了 也没有办法回国回台湾 没有办法离开中国 应该有些观众会看过他的一些影片 他是蛮大胆的一位YouTuber 所以他经常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觉得台湾哪里好啊 然后也会介绍一下自己家乡中国大连的一些东西 当然了我们看到的会 竟然会觉得他一直在夸赞台湾 但事实上台湾就是很好 以我一个作为中国出身的人 是觉得台湾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尤其是你来自一个环境不是那么太好 出身的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 你更容易发现别人的好别人的美 所以他也常常在自己的频道去点评台湾啊 大陆哪些差异啊评论两岸的时政啊 那他也在前不久取得了台湾国籍 拿到了台湾护照 拿到了台湾国民身份证 他来自中国大连市 移居台湾六年 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并有15万粉丝 实际上在自己的频道评论两岸时政 那他也经常以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台湾社会 但是呢就是因为热爱台湾 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他被中国刁难了 本来呢他以为移民到台湾之后 他成为健敢的台湾狼之后 有了言论自由开了YouTube频道 没想到呢回到中国 还是被中国刻意刁难 那这一次回到台湾呢 他主要是办理他的注销国籍的这一个手续 那因为他之前是陆配的身份 移民到台湾之后 现在取得台湾的国籍之后呢 就要去申请注销中国的国籍户籍奖 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中国办理这个事务 那可能有些观众不太了解 两岸婚姻注销国籍的这个程序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简介的介绍一下 当你取得台湾国籍之后 你就要回到你的原国籍 也就是回到中国去公安局办理注销国籍的手续 然后公安局出入境会给你一张一次性的出入证 再由出入境管理局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 你就可以拿着这张纸离境 那焦虑主妇呢就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被中国政府刁难 要求他上缴他的证件 并说这个有些技术问题要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可是他等了很久呢 每次去电话咨询的时候都说是还是有技术问题 那包括在中国呢也是网路上也有人知道他 像是微博抖音啊等等的主流平台 大家都知道他 因为很多人之前有搬运他的影片 回墙内 把他夸赞台湾的这些东西呢 进行嘲讽嘲笑他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遇到这个状况 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看到他回中国之前 有在网路上去 放出一个他的Vlog影片 说他要去中国办事情了 因为他回台湾之前呢 发的出的那个Vlog 被中国搬运回去之后 有很多网民呢就在下面留言说 要去举报他 那在焦虑主妇还没有回到中国大陆之前 就有微博的一些蓝沟沟黄沟沟 新闻媒体 把他这件事就提前放到了中国的网路上 有媒体说 民进党焦虑主妇高调进入厦门 希望热心网友前往慰问 就是要说去机场去慰问他 去就是也就是说去找他麻烦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 他这个新闻媒体 就发表这样的一个配图的时候 都不敢把图片完成的发出来 甚至截图台湾的新闻媒体的时候 他用那些红线 这个我作为中国人经常看到 像是在微信啊 微博上 抖音上经常看到一些敏感词 所以大家就要么用马赛克 要么用遮挡的东西贴图啊 或者用像这样的红线 来把一些敏感词给遮挡住 什么是敏感词呢 其实说是敏感词 就是很普通的词汇了 比如这样自由 民主 这些在中国都是敏感词 我们可以看到他挡住的部分哦 下面是投票 请问投票怎么是违禁的东西 在哪个国家说 这个是违禁的也说不过去吧 那除此之外还有民主 更知道民主的珍贵 下面遮盖的是民主两个字 包括下面还有台湾人 别忘了民主得来不义 你看他遮挡的部位 大部分都是这些自由民主这个部位 那下面还有大的字体 台湾人应该珍惜民主 你看他把珍惜民主那一行都给涂掉了 包括下面还有选票 然后迪士尼卡通人物 那就是暗指维尼熊等等等等 像这些都是违禁词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像这些新闻媒体下面就有很多网友留言 我可以大家来读一读看 那这货也算是台独分子了吧 他还敢回来 打电话举报他 好好的中国人不做 挖草你妈的 如果揍人不犯法 我第一个冲刷去打一顿 可以抓起来台独分子 台湾解放后 这种臭鱼烂虾怎么处理好呢 赶紧抓起来不要放 来了 去厦门打他 at厦门警方在线 反分链国家法伺候 证据确凿可以拘留了 不光是微博抖音等等的地方 有很多的网路上都在讨论他的话题 我可以带大家来看看一些小粉红的一些 很弱智的留言吧 解铃还需细铃人 这个绿配当今的局面 都是台湾当局一手造成的 被台湾人当棋子使 他这里提到的绿配 他把它写成绿配 你不能说台湾陆配 到了台湾之后 一定就是支持民进党的 你支持国民党民进党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个绿配当今的局面 都是台湾当局一手造成的 我们没有看到台湾人说 我们台湾跟你们中国大陆 现在关系不好 我不放你回中国去办手续 没有吧 中华民国海关有放他回中国吗 有啊 他回到了大连呢 我就不讲这件事 那最近大家也看到 暂停进口的一些农产品 鱼产品 包括像一些 现在一些饮料都被禁掉了 你自己在那变相去刁难 别人 把别人软禁出来 你就说你自己没做 反正我今天要软禁他 是你造成的 你造成我要软禁他 这是讲不通嘛 一点都不合理 讲不讲道理啊 小粉我真的脑子都洗坏了 讲话还是挺像个人的 还挺会讲的 要么是像 我刚才讲的像写诗一样 什么解铃还需细铃人 这个绿配当今的局面 都是台湾当局一手造成的 你说话倒是挺未说的 但是你脑子里装的 是什么东西啊 脑子都洗坏了 台湾几乎所有绿配 都被民进党收买了吧 是吗 民进党 你给了他们多少钱 你可以给我打一下 我保证天天说民进党好 怎么可能嘛 我我我说民进党好 民进党没有给我打钱 我说国民党好 国民党没有给我打钱 扯淡吗 说什么都被民进党收买了 民进党哪有那么多钱呢 他都说民进党在上面摊着 你说民进党收买 我不相信民进党会 花的那些钱 然后就到处收买别人 扯淡嘛 我觉得大家今天站出来说 台湾的好 不是说民进党要给你钱 大家自发的 我说美国好 美国政府也不会给我钱 这真的很逻辑 你是被中国洗脑了 中国天天说 他们都是收 在讲美国好 都是美国政府去怂恿的 美国政府发美金 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发钱给他们 所以他们站着说 那扯淡吗 还说发多少钱 发1450 1450块 给这些陆配 那扯淡吗 有这种事吗 根本不存在的 这些小朋友被洗的 脑子都坏了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些小朋友继续说 台湾几乎所有绿配 都被民进党收买了吧 1450已经是台湾之光了 你还知道台湾之光啊 干你娘 说着言论自由 我笑了 打着言论自由的大吉 给绿配洗脑 一个个都在夸台湾 一个个都在夸挖岛 不知有啥好 我觉得你形容台湾是什么挖岛 没有关系 因为台湾人根本就没有在care 真正的挖是谁 井底之挖 我们不用说都知道 因为不需要台湾说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谁是挖 谁是井底之挖 谁是笼子里面关子的人 因为笼子外边的人 都看得一清二楚 拜托 那他现在在中国 他也说是寸步难行 因为他在中国 已经不算是中国人 他已经注销了中国国籍 然后呢 他没有身份证 有身份证也是失效文件 那他又不能用台湾护照 台湾护照在中国 也是失效的文件 所以说他在中国相当于是幽灵人口 无国籍人士 那很多小朋友 你听到这里 你不觉得这个现状 实际状况不是很打脸吗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护照在中国不能用 那你用中国的呢 也不行 你注销了中国国籍 那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人跟中国人结婚 那台湾省人跟中国人结婚 为什么还要注销中国的国籍呢 当然有些人讲户籍 那为什么要注销呢 注销了 那你也可以用台湾的身份证吧 那台湾人大家用的是护照 去中国去国外 那用护照你又不承认 所以就变得很搞笑 明明说是一个国家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程序 把一个国家的人 怎么可以变成一个无国籍人士 所以很明显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嘛 政府是不一样的 才会产生这种互相矛盾的地方 那因为这件事情呢 陈老师也去网络上去爬稳 我觉得应该是他前不久去参加 民进党举办的这个社群之夜 并且得到了蔡英文总统的邀请 去举办了这个活动 然后呢 他并且在台上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且去称赞民主自由的这个制度 当然他没有半自说中国的这个制度 或者说中国的政府 他没有提到 当然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他想讲一些 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那一部分的想法 他不敢表露出来 所以他在台上只能说 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多么好 更讽刺的是他已经是台湾人了 拿到台湾护照 拿到台湾国民身份证了 已经是建港的台湾人了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敢于表达自己 他虽然说已经很勇敢了 当然很多小朋友以前跳出来说 中国有言论自由 请问一个中国人都移民了 还是会担心 还会去害怕自己 还要去自我审查 你说这不是很可笑的问题吗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还要回到中国 他怕被刁难 你看这次就是证实了 他就被刁难了 另外还是什么 他还有家人在中国 焦虑主妇利亚 这次在中国发生的这个状况呢 他也是透过自己的 在网路上发出了 两支带有求救讯号的 这种短影片 包括人身到底安不安全 台湾陆会也是立马进行了介入调查 今天我拍这支影片 也是想帮他发生一下 当你的声量变得更大的时候 中国他就不会随便的去处理你 如果说你是一个无人能知的 那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 这也是我办YouTube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目的 因为我一开始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事 然后我逃离了中国 跑到了韩国 然后又来到美国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 会不会在韩国就直接被遣返回中国了 那如果我到了中国之后 没有人知道我 我发生了怎么 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我是在做了一个后续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的声量变大起来 这样我一旦出现什么状况 我至少可以向国际求援 我可以发出求救讯号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也慢慢积累起了在台湾呢 在国际社会上的声量 今天我若不发生 明天谁来替我发生的对不对 而且大家也可以在我的YouTube简介中 看到我是自称台湾未来陆配 那什么是未来陆配呢 就是我未来是想去台湾定居生活 并且在台湾认识女朋友 老婆包括朋友 包括就是anyway就是人生 这个人生的后半段 我是希望在台湾度过的 不管是台湾的人还是事还是物 我都希望我这后半生是跟台湾是关联的 对那所以我就有一个自称吧 就是精神台湾人未来陆配 那他这一次的状况就非常的窘迫 然后他在自己的家乡 在他自己以前成长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的状况不一样 他移民成为了台湾人 但是在台湾人在中国 他是没有办法认定你是台湾人 这个国籍的身份 所以你拿着台湾护照 是入不了境中国的 台湾人去中国的话 他都是要拿着台胞证 也就是台湾同胞通行证 你不可以拿台湾护照的 不承认的 所以你进到中国之后 你的护照就是你的有效证件 在中国是无效证件 那他原本在自己的家乡 以前他是中国人 但他现在不是嘛 他是台湾人 他拿他以前的那些身份证 也都失效了 他拿中国护照失效 他拿中国的身份证失效 那他拿他现在国籍的 有效证件台湾护照失效 所以他在中国就相当于是 变相的幽灵人口 无国籍人士 这很可笑 他不是一个国家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他现在不管是出行 交通 住宿 包括他说他去办事情 去医院等等 他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都是非常的困难 相当于是寸步难行 他已经是变相的遭到了软禁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